不知道各位女士穿高跟鞋有否觉得 越穿的时候脚趾越痛 如果这些问题持续出现 可能你都有母子外翻的问题 今集的TOPIC请证室 邀请到骨科诸科医生杨玉兰 和我们谈谈母子外翻的治疗和阅防方法 药医生 你好 大家好 刚才开场白说了母子外翻 其实母子外翻是什么病 其实我们说母子外翻 很多人都不是说母子外翻 很多人说自己的脚趾的波子骨大了出来 实质上母子外翻是我们说脚的第一 母子和借骨关节之间出现变形的情况 女士比较容易出现 同一时间因为穿高跟鞋的关系 高跟鞋除了跟鞋子外 鞋头都是比较窄 这麽窄的鞋头 令到脚趾受到外力的擠压 就比较容易出现了母子外翻 如你所说母子外翻除了脚趾痛之外 其实会令到骨落都会出现变形 最辛苦可以寸步难移 我想问有些女士穿高跟鞋有没有事 但有些穿一两次就觉得 我们说波子骨这个位置就特别痛 有没有什么先天性因素呢 原来母子外翻除了刚才我所说 后天的原因 例如你穿鞋或是受伤 这些是可以后天引发母子外翻 先天性的因素都是很强的 例如很多女士本身家人有母子外翻的病例 她们亦比较容易出现母子外翻的情况 例如你们骨科医生看 有没有见到个案 持续多久出现这些问题 或者可能出现病征是怎样痛 我们见到很多女士都是说 她走路的时候就会出现痛症 因为母子外翻 刚才我们所说的波子骨会脏出来 波子骨和脚鞋圆的位置出现磨擦 它就会出现一个狼肿 我们称之为母狼肿 那个位置一红肿的话就会出现痛症 第二样东西 原来除了脚的内质之外 脚板底亦是另一个常见的痛点 如果我们看看脚的脚板底 大部份病人如果母子外翻 之后因为没有了母子的承托力 那个压力就会走到第二和第三的借骨位置 这个位置会出现红肿热痛 甚至出现一些厚颈的情况 到最后 原来除了大母子公受到影响之外 那些小脚趾都可以出现问题 因为当母子外翻向外移之后 其他小脚趾的空间相对都会少了 它们会慢慢出现爪形的脚趾 好像爪一样 它会银着鞋头的位置 亦都可以出现后肩和铜症 可能慢慢的挤压令到脚趾都变形 没错 你临床看到这些患者通常是什么年纪 还有没有说初期的时候 症状是怎样恶化呢 如果我们看回临床的病人 好像刚才所说 女士真的占大多数 男士最主要是一班 可能运动员踢球之后 受过创伤 它就会容易出现 而且是单边多一点 女士就双边多一点 我们问回去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班OL的女士 常常都可能说 穿得比较多一些高渣鞋 或者是尖头鞋 另外一班就是说 本身有一个家族病例 家人都有的 它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个 没有止外翻 最严重的病人 其实好像我刚才所说 就说它走路都已经有问题了 走到可能脚要隔下隔下都要 那这些情况 会不会说它不穿高渣鞋 它就可以改变到呢 部份病人的确 不穿尖头鞋 穿运动鞋 有足够的承托 它在症状上 是可以有部份明显的改善 但如果随着病情越来越恶化的话 就可能穿平底鞋 都已经持续会有痛 即都已经是 你各变形的问题都很严重 是的 其实你们的建议 出现这些症状多久呢 其实都要接受一些检查 是否需要做一些X-ray检查 看看脚掌骨是形成的情况 我们建议病人 其实如果真的出现脚掌痛 或者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波子骨出现肿胀痛的话 都已经要见医生去做一个适当的治疗 以及检查 最初步的检查就是临床检查 我们可以检查到个肿胀的位置 有没有厚柬的情况 脚趾有没有变形 再配合X-ray检查 大部分已经足够知道 没有止外翻的严重性 其实网上另外坊间 有很多这些工具去买的 可能被自己 突吐在脚上 你穿高跟鞋就会舒服一些 其实这些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是对于初步病征相对轻微的病人 的确会有一部分的帮助 但网上那个矫具的形式 其实是五花八门 不是每一只矫具都适合每一位病人 和每一个严重程度 需要那个矫具都有一些分别 所以我们建议先见医生 看医生的意见 知道自己有多严重 让医生找一个合适的矫具 就相对比较安全 那去到什么程度呢 可能在你们的临床经验见到 这些患者真的需要做手术呢 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做手术 大部分轻微的病人 我们都是说 去做一部分的脚部肌肉训练 用矫具 穿上一对适合的鞋 都已经足够了 但是如果有部分病人做完这些东西 仍然症状是很严重 走路也很困难 痛的话 我们会再看X光的严重程度 症状吻合的话 再考虑建议一个手术的治疗 母子爱番的手术 可不可以用微创的方法呢? 手术之后会否影响到活动能力? 密切留意下一集的TOPIC 陈证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